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我们这个学期啊 上我们数学的部分呢 最开始最重要就是解VM方程 VM方程呢 我们介绍了几个简单的解法 比如说是常数啦 或者是一个很简单的形式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回常数的样子 那比较困难的呢 我们可以用Serious Solution的手法 把它解决掉 那有些时候呢 状况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它不只是单独的一个VM方程而已 这个VM方程可能是连立的 比较复杂 或者这个VM方程牵扯到很多啊 你非其次项呢 两 homogene这些项啊 里面是一些 不是我们传统当中所知道什么exponential啊 或sign的这种equation 它不是 那这个是我明当要怎么做 所以呢 我们要来介绍Laplace Transformation 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很幸运的是 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OK 它就会让我们啊 将我们所要解的linear OD 不管你是一个还是很多个 不管 所以我这边写个s OK 它呢 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initial value problem 以后呢 这个我就写IVP OK initial value problem 假如说我们要求到的解是什么 solution 你可不可以直接来求解 当然可以 但是可能呢 它比较困难一点 或者是没有那么快速就可以这样做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碰到这种困难的问题呢 我们能够掉头溜就先掉头溜 对不对 开到一个比较顺的地方呢 把它解决掉之后呢 再把它开回来原来的地方就好 你未必要直接到这边 我们要bypass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介绍啊 Glaplace Transformation OK Transformation 它呢 就会将这个ODE呢 转换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怠速的问题 哇 有这么好的一件事情 这个怠速不是国中就教了吗 对不对 现在不是不只是国中就教了 小学六年级就教了 我们可以把很复杂的问题 转换到一个国中程度的问题 那不是很棒吗 对不对 那我们呢 这个时候呢 只要怎么样 把它给解了 OK 这个是algebra problem 我们叫做ap 我们就可以什么 solving 画长一点 就把它解决了 我们就这样一路一路下来 最后呢 我们用 这边是laplace transform过去 那我们又用同样的laplace 把它transform回来就好了 OK 我们就把它转换过来 叫inverse 反向的 laplace transformation OK 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讲 什么叫laplace 为什么刚好有这么巧妙的一件事情 刚好可以这样做 很幸运的是因为各位是活在现在 要是活在早一点的时候啊 这些都还没有人找到的时候 你就很麻烦了 对不对 好 你就得要乖乖的一个一个解了 OK 那么他的好处是在哪边 他的立即在那边 第一个 problems are solved more directly 他可以非常直觉的啊 就可以把它解决了 OK 那比如说呢 我们以前啊 有个initial value problem 就是最开始的ode 你都要先接什么 先解他的 general solution 但是现在呢 经过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们才不管什么 general solution 不general solution 全部都跳过去了 without w-o without OK first determine a general solution 他不需要一开始就来决定 什么是general solution 对一个non-homogeneous non-homogeneous 的问题呢 的ode呢 我们啊 就不用 一开始啊 就要先解决 先去解他 解他什么 其四项时候的问题 那很棒耶 对一个non-homogeneous 我们上次教的最笨的方式 就是用猜的嘛 猜猜看它是什么样形式 对不对 最后带进去算 然后想办法把它算出来 现在连这个步骤都可以免了 OK 这很棒哦 第二件事情 假如说我们能够 by use 我们用什么 unit step function 或者是 direct the delta function 我们要是利用这两个 哇那所有的 几乎很多东西 全部都可以解决了 你非其四项 那个形式 管你怎么变 我都可以把你变出 用这个把你配出来 配出来之后呢 最后我们就可以解决掉 OK 好 这个是它很棒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是谁这么天才啊 怎么可以想到这么棒的一个方式 我们当然既然它知道了 我们也很想要知道 对不对 怎么可以让这么棒的方式溜掉呢 让我们自己去面对这么大的痛苦 OK 当然我们要知道 好 那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 什么叫Laplace 先看definition Laplace 对它做个Laplace OK 这是它的符号 或者是你喜欢写简单一点 就代表 这样就好了 OK 好 定义一写出来 大家马上就了解 这个就是Laplace Transform Transformation 你一个FT 你前面乘上 Exponential 负的ST S是一个正整数 正的 Real 的Number就对了 之后呢 对时间积分 从零击到无穷大 这边它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 FT Is defined For T呢 大为等于零 也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把T当作时间好 或者当作什么变数 他们 我们所能够面对的这个问题 只是FT 在T大为等于零的 这一半 的问题 那这个之前的问题呢 我们就不去管它 我们只管之前 之后的 这一半 第二个呢 当我乘上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要 你看得到 S是正的嘛 对不对 S是正的 那么 这个时候呢 你T呢 你积分完 把零跟无穷大 带进去的时候 T就积完了 剩下的是 变成哪个函数呢 剩下只有S函数 对不对 所以这代表一件事情 它把你从一个T的空间 转换到一个S的空间 这S的空间呢 就相当于说 你把一个 Linear的ODE呢 转换成为 S空间的 代数问题 OK 当然了 这里面还有几个 基本上的这个要求啊 第一个 因为这个是 一直衰减的 一个函数 所以T的增加 它越来越负 越来越负 越来越小嘛 对不对 T要是等于零的时候呢 它是等于一 因为Exponential 零次方就等于一 那随着时间的增加 它会比一啊 一直的减少减少减少 当时间变得 无穷大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零 那乘上这个 然后你来积分 积分的意思就是 要算它的面积 所以说FT增加的速度呢 绝对不能够 比前面来得快 要不然你这两个 乘起来就不会减少了 你看看哦 假设一个函数是这样 它最后一定是道理嘛 那你来算它的面积 有没有面积 当然有了 这个面积会不会发散 变得无穷大 不会 所以当这个Exponential 负ST 假设乘上一个function FT 假设这个function是增加的 你知道这个要减少 增加了乘上减少的 一定要让它怎么样 还是减少 知道吗 要不然 事情就大掉了 这下子你一乘上去 整体增加 就相当于说 我乘完之后的equation 可能变成一个什么 那你告诉我 这面积怎么算 到无穷大就发散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有个简单的要求 就是说这FT的本身 一定要 不能够比它来得大 但是话又讲话 这S是什么 只是一个number 只是一个常数而已 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个变数嘛 对不对 把它当作个代表符号而已 那我可不可以说 你很大的时候 我再来找S更大的 以至于我衰减的幅度 还是比你增加幅度来得快 可不可以 可以 只要你能够找得到 就算数 OK 记住一下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像个time domain T domain 的问题 转换 到S domain 的问题 OK 我们就经过这样子做 就可以了 那既然呢 你将F 转换 小F 转换 到S空间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大F 对不对 所以这边是小F 转换过去 就变成大F 只是大F的变数是S 小F的变数是T 这当中怎么做 当然就是 Laplace F OK 你可以这样子转换过来 转换完之后要干嘛 当然就要解这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解完之后 你要干嘛 你要能够转换回去才行 对不对 你不能说找个替代道路 然后最后呢 迷路了 找不到回家的路 那你永远到不了你的目的地 最后面 我们还是要把它怎么样 转换回 那这个时候呢 就相当于 这样子写 你像这个 Laplace 这个大L 潮写的L 上面写个inverse 就是代表它反向操作的意思 不是指它的导数 不是这个意思 这边指的只是反向的操作 OK 请大家记住一下这个符号 可以吗 所以记住 Time Domain 这个是Lower Case OK 小写的 这个是什么 Capital 大写的 OK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很简单的东西 第一个 假设呢 你有个FT 就是E 它只是个E而已 随着T的增加 那这个number都没有任何改变 请问一下 FS会等于什么 也就是它Laplace Transform之后会变成什么 那我们知道 FS呢 事实上就是F的Laplace Transform Laplace Transform就是代表FT 前面乘上Exponential-ST 然后对T积分从0的积到无穷大 这个就是 它的意义了 好 我们就把E带进去 然后是不是变成Exponential-ST DT 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Right 那这个积分容易吗 这积分非常容易嘛 Exponential的积分就是它自己嘛 我们只要把前面的西数项除掉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它会变成负的ST 零到无穷大 无穷大一带进去 Exponential负的无穷大就等于零嘛 所以第一项不见 零带进去 Exponential零就是一 就剩下负的S分之一 但因为是第二项 所以前面有个负号 负负得正 它到S分之一 马上就把E转换过去 就变成S分之一 OK 非常简单 所以我要在这边 把这个idea留在这边 把几个定义呢 写在这边 我们好像给它个表格一样 OK 我们就把它记起来 OK 所以我们这边呢 相当于说有个FT的函数 经过转换变成打FS的函数 打FS就等于Laplace的F 定义成零到无穷大 Exponential负ST FT DT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写几个 第一个则是FT 转换过去之后FS 当时你一的时候 转换过去变S分之一 OK 第一个呢 我们就开始呢 整理出一些东西出来了 好来第二个 Example 假设FT 是等于Exponential AT的时候 它会变成什么 Exponential AT 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了 我们FS呢 可以写成F的Laplace 就等于零到无穷大 Exponential负ST 乘上Exponential AT DT DT 这样一弄呢 它会变成什么 零到无穷大的 Exponential 负的S-A T DT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这样子 那这样子这一积分 那这样子这一积分 马上呢 就变成 负1写在上面 S-A 分之Exponential 负的S-A的T 零到无穷大 记住哦 这个时候A啊 可不可以比S大 A可不可以比S大 不行哦 我们说过后面这个项啊 FT的这个项啊 增加的速度绝对不能够比前面减少的速度快 一定要比它满 要不然呢 你这边就变成S A要是比S大 这一减结果变成负 负负得正 变成正的呢 那你时间越增加越长 数量越来越多 最后变成发散 不对 所以无论如何 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A 一定要小S OK 好那这样子一来的话 无穷大带进去 变成负了无穷大 就变成零了 第二个零带进去 又exponential零 又变成一了 所以答案就变成什么 负负得正 S-A分之一 我们又多了一个 所以我们exponential A T呢 就变成S-A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这个转换呢 我们马上就学到 好再来呢 假设 F T呢 是等于hypersine 的 A T OK 或者是 hypercosine的A T 请问一下 F S等于什么东西 那很简单啊 F S 我们就照样的写嘛 对不对 好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F的 我们做个Laplace Laplace是谁呢 先做第一个 hypercosine A T 我们知道 hypercosine会变成什么 hypercosine是可以写成为 二分之一 刮乎 exponential A T 再加上 exponential 负 A T 这是hypercosine 本身的意义 那这样一来呢 就代表一件事 这是常数嘛 Laplace是什么 是线性积分啊 所以这个动作呢 基本上全部都是线性的 所以是否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二分之一提出来 变成Laplace exponential A T 再加上Laplace exponential负 A T 对不对 我就可以写成这样子嘛 那第一个就已经知道了 Laplace exponential A T 会变成什么东西 S 减A分之一 对不对 就在这边嘛 S减A分之一嘛 这边变成负A T 也就A变成负A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变成S加 A分之一 是不是 马上就算完了 非常快速吧 对不对 我们整理一下 整理在这边 S平方减掉A平方 两个相乘嘛 所以上面变成S加A 加上S减A A跟A消掉 变成2X 2X跟2除掉 变成S 答案算出来 所以呢 我们会得到 我们会得到一个 Hypercosine AT会变成为 S除以S平方 减掉A平方 对不对 那Hypercosine呢 同样的算法 它是不是 Laplace 2分之一 Exponential AT 减掉Exponential 加上A分之一 两个通分 通分之后 下面会是S平方 减掉A平方 这没有问题 那我移过来 这边是S加A 减掉S 负负得正 加A S跟S减掉 变成两个A 2A 2A跟2分之一 又扣掉一个 就变成A 我们又得到了这个 对不对 我们又知道 它该怎么转换了 这个的Transformation呢 问题啊 都不会出在于 这个怎么过来 这个都太简单了 也不会出在 这个怎么解 拜托 国中生就会解了 国一就可以了 问题是怎么回来 都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这个回来啊 你就会变化 要知道该怎么样 让它可以回得来 所以呢 各位要学的功利 只有这一点 OK 这怎么过去呢 两三下就摆平了 你要学到变成不会了 都要很努力用了 好 就跟现在考大学一样 要努力的考 才会有可能考不上 好 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怎么解 好 我们呢 先为了方便起见 根据经验呢 我们先把它定义几个 cos omega t的 la plus 之后 我把它写成为 lc sine的 omega t呢 我就把它写成 ls 先用代号 代替一下 因为待会会用到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 第一个 lc是等于什么 la plus cos cos omega t 它会等于什么 0到无穷大 exponential 负st 后面放上 cos omega t dt 好 这个怎么解 这个解一看起来 好像有一点点 简单的 这个部分积分 就可以把它解决 对不对 部分积分 这个呢 我们这边要是选一个 这样子 这行叫做微分 这行叫做积分 微分的部分 我把它选择 omega t cos omega t 积分的部分 写成负st OK 我先把它分成这两项 那cos的微分 会变成什么 cos微分变成负sin 负的omega sine的omega t exponential的积分 还是exponential 只是要把常数项 平衡一下 这样就好了 right 然后之后 它会变成什么 这个乘上这个的相加 减掉 这个乘上这个的积分 所以呢 很快速的 这个马上就可以写成什么 cos 负的s分之一 cos omega t 我把exponential写在前面 exponential负st cos omega t 零到无穷大 减掉这两个相乘 减掉 相乘之后的积分 负负得正 OK OK 变成s分之omega exponential负st sinomega t dt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对不对 不过你发觉 s分之omega 跟t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可以提出来 这么是零到无穷大 所以这边呢 我们再看看 第一个 omega带进去 cos呢 因为cos一直在震荡 一下震一下负 一下震一下负 你也不晓得它变成什么 但是exponential前面这一项呢 t变成无穷大的时候呢 它就减少到零 那管理怎么震荡 乘三个零 那永远是零 所以第一项等于零 第二项一带进来的时候 零一带进来的时候 cos也等于一啊 exponential0四方也等于一啊 所以会变成负的s分之一 但因为在第二项 你是减它的 负负得正 就变成s分之一 那这边可以写成s分之omega 对不对 提出来 那后面这是什么 这是sine的laplus 那我是不是先写成L sine 我可以这样子写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我可以这样子写 同样的 你用同样的做法 你就会得到sine的laplus 可以写成什么样的东西 s分之omega的 cosine的laplus 同样的做法 不信你试试看 OK 同样的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干嘛呢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ls 就是这个嘛 把这个带进去 这一带进去就变成两边都有lc了 都cosine的laplus 所以我写个长长的 把这个呢 提到这边 它是不是会变成s分之一 减掉s分之omega 乘上s分之omega的lc 对不对 那么这样一来呢 lc呢 马上就可以算出来 lc是定什么 laplus的cosine omega t 会定义什么 经过整理之后 会变成s平方 再加上omega平方分之s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同样的 这个lc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lc的数字 带下来这边 然后这边就剩下ls的函数 对不对 我也可以同样的做法 我也这样子来做 那么它是不是就可以等于s分之omega 乘上s分之一 减掉s分之omega的ls 然后两边 这边有ls 这边有ls 集合一下 再除过去 你就得到ls呢 这个lapluscosine omega t 就可以写成为怎么样 s平方再加上omega平方分之omega 啊 很棒 所以我将整理的东西放在这边 你发觉它们还真像 cosine的 下面一定是s平方 再加上omega平方 因为这边是omega sine的也是这样 s平方加omega平方 但只要是cosine的 一定是把前面的s放在上面 sine的一定是把后面的omega 放在这边 跟这个很像 这是hypercosine的at 它只是写成a而已 omega变成a 但底部变成s平方 减掉a平方 不是加的 但只要是cosine 一定把前面的s放在上面 对不对 sine呢 hypercosine呢 也是一样 s平方减掉a平方 但因为它是sine 所以把at上去 你发觉这两个 有共同的规律性 OK 那只是这个是假的 这个是减的 如此而已 OK 好 所以我们了解的equation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OK 好 我们再来 我们这边有算 exponential at嘛 对不对 那我们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先把这边这个插掉 假如说我现在有个equation 是ft呢 是写成exponential i omega t i omega t 你要是解这个减血震荡 你动不动 就是exponential 负i omega t exponential i omega t 对不对 那这种东西呢 在这边要怎么办 你发觉i omega跟a呢 只有一个差别 a跟a就是i omega 如此而已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要来算一下 但是算的时候呢 你会变成什么 所以la plus exponential i omega t 是不是等于什么 s减掉a嘛 a在这边 s减掉什么 i omega 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只不过这个整理一下 我们不喜欢这种 这种样式的 对不对 我们喜欢啊 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把它 实数 把它有理化 s减到i omega分之一 然后这边乘上 x加上i omega分之一 分之x s加上i omega 所以后面这个呢 只是1而已 1乘上自己 那还是自己 那分母的地方呢 它会变成什么 s平方减掉 omega平方 s平方加上 omega平方 那上面会是什么 s再加上i omega 所以假设你喜欢呢 就把它写成两项 s平方再加上 omega平方 s再加上i s平方再加上 omega平方分之 omega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 这两项 right 我再把这个写在这边 你要仔细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cos的 laplace 所以这个是不是可以写成为 cos omega t的laplace 后面是什么 sine的laplace laplace是线性操作啊 我可不可以整个把它提出来 变成为cos omega t 再加上i sine omega t 对不对 两边都是laplace laplace 是不是马上就告诉我们 exponential i omega t 可以写成什么 cos omega t 再加上i sine omega t 这个大家熟不熟悉 我们之前常提的一个叫euler equation exponential i theta 可以写成cos theta 再加上i sine theta 为什么 它告诉你为什么 它这么算出来 right 所以 我们以前所知道的这个式子 一直搞不清楚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写 今天整个的证明呢 它告诉我们 它就是这个样子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有没有问题 好 没问题 我们就继续下来了 继续哦 我们还有好几个东西 假设它就是等于t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 请问下f s 等于什么 我们叫fs 就是等于laplus的f 就是等于怎么样 t 前面乘上exponential-st 然后对它积分 从零击到无穷大 这个一看呢 又可以用什么 部分积分的手法 对不对 第一个 这边用 对微分 这边积分 微分向放t 积分向exponential-st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很简单 因为t微分 可以微成零 第一次微分 变成1 第二次微分 变0 第一次积分 变成-s分之1的 exponential-st 第二次积分 会变成s平方分之1的 exponential-st 变成零有什么好处 有啊 它的解会是 它成它相加 它成它相减 它成它相加 它成它的积分相加 但因为这边是零嘛 零层上任何东西都是零 零哪里有什么面积 积分起来 当然也是零 所以就相当于 下面这个式子啊 积分的项可以忽略掉 所以呢 它马上就会等于t 负s分之t exponential-st 零到无穷大 减掉 s平方分之1的 exponential-st 零到无穷大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 这么简单 无穷大一带进来 你说哇 惨啊 t变成无穷大 但是不要怕 t增加的速度 绝对比不上 exponential-st的 减少了速度 所以这个是 无穷大还带进去的 它马上很快就变成零 它还在慢慢增加 所以乘巧结果 还是变成零 零一带进去呢 它变成一 但它这边是零 所以前面这项 根本就不见了 零 减掉 s平方分之 这个带进去 无穷大带进去 变成零 零带进去 变成一 变成负一 对不对 答案变成什么 s平方分之一 所以要是t的话 s平方分之一 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是t的 n次方的时候 变成什么东西 回家的homework 算一下 ok 好这边写起来 好像都很简单 对不对 这两三下 我们就把该算的东西 全部都算完了 那好像没事干了 多轻松的一件事情 但事实上 我们面对的equation 它不会单独存在 它有可能互相承来承去 或者是怎么样 那这个是怎么办 比如说 我可不可以把exponential at乘上一个hypersine 或者乘上个cosine 可以吗 对我可以把exponential 跟什么东西来复合 那么假设是exponential 那它的这个组合 就有个比较简单的结果 好我们来看下面的 的这个equation 假设有个equation 是ft 它前面把它乘上 exponentialat 假设这个是你原来的equation 你故意把它分解成 好像exponentialat乘上 一个什么东西 那这个时候 你希望对它做laplus 变成什么 它会变成什么 我们要直接做它之前 那事实上呢 这是不是就代表 好我们现在把它当作 要处理的函数 exponentialat乘上ft 前面要乘上什么 exponential负的st 然后对t来 来积分从零到无穷大 对不对 非常直觉嘛 但是呢 还是一样 后面这两个式子 乘起来的结果 增加的速度 绝对不可以比后面这个 减少的速度快 这个减少速度 永远要胜过你 OK 假设达不到这件事情 那就抱歉 就不存在 OK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了解 这件事情 好 那这样一来呢 这边是不是就可以整理了 exponential负的s 减掉at的ft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前是将一个函数ft 经过了这个转化 因为这边是s 所以我就将ft转换成为大f的s 假设我这边不是s这么简单 而是s减a 是不是我要把它转换成为一个大f的s减掉a的函数 对不对 懂这个意思吗 我们先把它抄下来 好不好 然后待会看看怎么操作 好 我们先马上 一话不说 二话不做 我们呢 马上就来求一个解 好不好 好 求一个解 我怎么怎么没有 我们来求一个 我把这个擦掉 OK 假设有个函数是exponential at乘上cos omega t 请问一下 fs等于什么 好 那我们就直接算了 fs 在这个地方它会变成什么 exponential at乘上cos omega t 乘上exponential负st 对不对 底t零到无穷大 它是不是会变成零到无穷大 exponential负的s减掉s减掉at cos omega t d t 那cos omega t的变化 简单啊 cos omega t本来就知道啊 它转换完之后变成它 只不过 当它在这个转换成本变成它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前面的积分项只有exponential负st 现在变成exponential负的s减at 那是不是变成说 它本来s平方 对不对 就变成s减掉a的平方 再加上omega平方 cos是什么 s 就变成s减a 马上就可以算出来啊 对不对 马上就可以算出来 所以呢 不管你是怎么样 你都可以这样子做 好 那我们现在啊 来看一个 简单的问题 我们要 往回推的问题 我想学老婆大师最有成就感 你只要按照这样下去算 两三下就可以把它算完 那因为太简单了 所以 很容易被忽略掉 以为什么都不要管 好 这一种呢 我们叫做什么 s shifting 叫做s shifting OK 你任何一个函数 前面称到exponential at 就像在后面这个函数的 转换完之后呢 把s shift到s减a 你前面角色是a的话 就s减a 就好了 所以要是exponential乘上hypersine 答案会是什么 s平方就不是s平方 会显成s减a的平方 减掉a平方 分子a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好 假设各位啊 现在已经算了 算了一些东西了 假设我们有个函数啊 laplus之后变成这样 请问一下ft变成什么 比如说你解 代数解完之后 啊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你也知道 这个就是你最后算出来的答案 剩下只要把它转换回去 就是你的final的解答了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把它转换回去呢 那我们晓得ft啊 会定啊 laplus的这个3s减掉137 s平方再加上2s 再加上401 可以写成这个样 好 这个要怎么做 你看这边401啊 很麻烦 对不对 所以呢 可以稍微做一下 401 你看s平方再加上2s 再加上401 把它整理成s平方 再加上2s 加上1 再加上400 然后前面做个刮户 这不是很好吗 前面这个马上变成s 再加上1的平方 再加上400 是不是 OK 好 那我们就这样子做好不好 那它就变成 inverse laplus 分母就变成s 再加上1的平方 加上400 OK 那上面呢 3s 减掉137 会变成什么东西 这面s加1 我也希望把它变成 3倍 需要变成3倍 好 3倍的s加上1 就变成3s 加上3 加上3 就相当你要减掉140 对不对 它是不是可以变成3倍的s加上1 整理一下 第一个你会有s加上1的平方 40 可不可以写成20的平方 可以 上面是3倍的s加上1 第一个 刮户 减掉 s加上1的平方 再加上20的平方 上面会是什么 140 对不对 140 会是什么东西 因为下面是20 能不能凑成跟20一样呢 7乘上20 对不对 减掉7 乘上20 那3可以提出来啊 就变成这个了 Laplace 这个是什么东西的平方 加上什么东西的平方 不就是cos 或sine吗 假设是cos 就是前面这s上来 假设是sine 是后面的ω 上来 所以变成3倍的 这个是s加上1上来 所以这一定是cos cos ωt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发觉 这边不是s平方 是s加1的平方 所以它有加上个shifting 所以它不只是cos sine 20t 前面还要加 exponential 什么东西 exponential是什么 at 负1 它要再增加这一项 后面呢 负7 造写 这是sine的 20t 前面也要乘上 exponential 负1t 算出来了 所以最后面的答案 就变成这样 或者是你喜欢 把它整理成 3倍的cos ωt 减掉7倍的sine 20t 乘上exponential 负1t 前面这个一看就晓了 它是个震荡函数 它一定上下上下上下 一直震荡 不停的震荡 但是后面这个呢 却一直decay下来 把你乘 你乘上一个数值越来越小 就相当于把你decay下来 所以你前面本来是 一个函数呢 我看要等于0的时候 等于3嘛 对不对 你正3 管它了 我先随便画一个 它可能是这样一直震荡的 然后呢 有exponential负T exponential负T呢 是什么呀 一直减少 最后变成0 所以最后撑起来的结果 相当于你被这个给限制住 你的震荡呢 就是剩下这样 结束 你就可以把它转换回来 OK 好 你们呢 理论3呢 就开始跟大家讲 什么样的时候 这个laplast呢 存在 我们刚刚已经讲很多次了 你算出来这个s 一定要大到一定的大的数值 因为重点是在于 你的前面这个decay的速度 一定要比后面这个增加的速度来得快 一定要达成这样子 假设达成不了 你就有困难 OK 好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我就不再证明它的existence 到此为止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哦 来 借我一下 OK 我们又有homework了 OK 基本上 出跟上一次一样 出跟 因为这个地方太简单了 出跟上一次 出跟上一次 OK 圈杆这四题要教 其他的自己看 OK OK 好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我们要继续下去哦 我们很多例子 最后面才会拿出来 尤其各位要是一旦要学那个电路学的时候 电路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会laplus transformation 要不然你解不出来的 那开玩笑 那你怎么解 OK 电路学啊 电路学啊 常常是牵扯到很多很多个loop 所以你可以写出一大堆的联力微温方程 那谁会解啊 那个时候你就先透过laplus 把它转换到怠数的微温方程 谁不会解 再把它 因为它一定是个linear system嘛 再把它带到 我们的矩阵 用什么 goss elimination 对不对 辟里啪 答案就全部算出来 算出来之后呢 再自动的把它转回来 答案就跑出来了 OK 那各位学到的技巧 通通都可以派上用场 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好来 我们继续 这边呢 基本上我们将所有的equation呢 能弄了 大部分都弄完了 但是真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呢 我们的微温方程 比如说微温方程 ODE ODE里面最基本的一个就是微分嘛 那微分怎么转换 对不对 我总不能够只转换这些 你没有看过一个微温方程 只有这几个函数 然后没有微分的 不可能嘛 微温方程的来源 可能包括一些积分 OK 那我就要知道 微分怎么转换 积分怎么转换 那我才可以 可以运用这个 来用在这个地方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看看 微分开始 微分怎么转换 你们待会儿有没有课 没有课 好 再多给我 你们是真的有课 还是因为不想上课 而变成有课了 再多给我几分钟 好吧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 OK 第一个理论 假设有个函数 你对它做一次微分 你想知道 这个形式经过 拉普拉斯转换之后 会变成什么 它告诉你 它可以变成为 原来的函数 对拉普拉斯转换 前面乘上个S 再减掉 原来的这个函数呢 它变数在0的地方 OK 比如说F 是一个 你们先前学的 都是Y的几次方 就像Y吧 要是Y是X的函数 那么它就会变成为S 比如说Y'的拉普拉斯 S乘上Y的拉普拉斯 减掉Y呢 在X等于0的地方 就这样子 OK 再来呢 假设是两次呢 会变成什么 S平方 拉普拉斯 F 减掉S乘上F0 减掉 F一次方微分之后 让变数为0 OK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呢 一定要存在的 是什么 当怎么样 When 它什么时候会存在 当F or F的一次方微分 我把这边弄掉 当FT呢 Is continuous 什么时候continuous 当T大于等于0的时候 它是continuous 这个呢 会存在 Is peacewise continuous Forty 大于等于0 OK 那么它就存在 好 我们来看看 这要怎么 怎么证明 第一个先计算 这个 那这个的拉普拉斯 不就是先把这个函数 放在这边 对不对 T我先写出来 前面乘上 Exponential -ST DT 积分 0到无穷打 所以这一看呢 嗯 又可以不分分失 又可以上场了 对不对 看到这个形式 就很高兴 左边放微分 右边放积分 谁要放积分 谁要放微分 我把这个放在积分的这边 前面这个放微分的地方 好 然后就开始微分了 这微分会变成 -S Exponential Exponential -ST 0到无穷打 减掉 这两个相乘的积分 但因为减的这边有个负负负的正 变成 Exponential-ST FT DT 0到无穷打 无穷打带进来 Exponential-的无穷打 是0 F无穷打会是什么 我们已经说过了 假设 Laplace要存在 FT 的增加量 绝对不能够比它Decay量来得快 也就是它是Dominate 它是最主要 它减少 整体都跟着减少 所以这样一来呢 无穷打带进去 就是0 0带进去 Exponential-0四方式1 那FT T带0 是不是F0 对不对 是不是跑出个F0出来 哦 有个负号 因为0嘛 带进去0是在第二项 对不对 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东西 把它切开来 S 这几分是GT啊 又跟S没关系 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 里面就变成F的Laplace嘛 是不是加上S乘上F的Laplace 第一个式子就算出来 可以吗 没有问题吧 好 第二个呢 怎么证明它 对 各位再做一次 OK 好 第二个 两四方微分 那我们要再做一次 做谁呢 Laplace后面的这一大船 这样子好像不太好 那要怎么办呢 那要怎么办 这样子可不可以 好像不是很好 对不对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想 这一个 我不要这样子等 我把它等于 相当于 这一个 小刮壶的一次方微分 的Laplace 可以吧 那我知道 这个刮壶在这边 它会等于S 乘上Laplace 的刮壶 减掉 刮壶的 变数是0的时候 Right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等于S Laplace F' 剪掉 这个是F' 0 那这一个 就把那个结果带进来 这个是不是等于S乘上Laplace F' 剪掉F'0 是不是 那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S平方 Laplace F 剪掉S乘上F'0 剪掉F'0 是不是就是这个 请问一下 N次方微分呢 你怎么办 看 请你自己做做看 好不好 OK 好了 我们来看一题 立题看完 我们今天就结束 所以这边 擦掉了 应该不会干扰到 各位上课的时间 所以各位 有没有觉得 今天交的Laplace 非常简单 对不对 那么F'T 会变成为 Sine Omega T 再加上T的Omega Cosine Omega T F Double Plan T 会变成Omega Cosine Omega T 再加上Omega Cosine Omega T 再加减掉T Omega平方的Sine Omega T 所以整理一下 会变成为 会变成两倍的Omega Cosine Omega T 减掉Omega平方 T Sine Omega T OK 我们将几个需要的 统统写一写 F在T等于0的时候 等于0 F'在T等于0的时候 T等于0 这个是等于0 这个也是等于0 对不对 好 好 那我们就开始来做做看 Laplace F'T 会变成什么 是不是变成Laplace Sine Omega T 再加上T Omega Sine Omega 这边是Cosine Cosine Omega T 对不对 那这一边呢 你就可以直接算了 第一个Sine Omega T Sine Omega T 不就等于S平方 再加上Omega平方 分之Omega 再加上一个Omega 那后面是T的Cosine Omega T的 对不对 那这个怎么算 这个比较难哦 是不是 但是假如说我们用 我们前面的那个式子 这个东西可以用另外一条 S 乘上Laplace F'T 我看看 F减调 F'0 其实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 对不对 所以S乘上Laplace T Sine Omega T 减调F'0 F'0就等于0 那有下面这个式子 跟上面这个式子 因为它们一定要相等 是不是这个可以求得出来 对不对 求得出来之后 再把它带回来 所以最后面呢 经过一算 计算之后呢 它会得到这个 OK 它可以等于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同样的 同样的 假设是两次方呢 请大家试试看一下 它会变成怎么样 反正这个式子一定要试用 S平方 Laplace F 减调SF'0 减调F'0 反正这两个通通都等于0 所以这份通通都等于0 所以只要这个就好 那这个刚刚已经在上面这个式子里面算出来了 是不是 带进去 你就可以得得到 好 感谢观看